大家好,去年的9月份,我还记得大概是9月10号啦 9月10号,那么时候呢,我刚好在家 然后突然间隔壁家呢,有发生火灾,就是东西好像有烧焦啦 然后过后我就,幸好我还在客厅 那么就听到有人在叫救命,然后就出去外面去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看到里头有一个人,有两个人,一个小孩,一个女佣 他们就喊救命,过后呢,我就拿个椅子,站在那个椅子上 然后跨过那个墙壁,然后去过壁,希望说把那个火可以熄灭掉 救人其实是一件,我相信很多人,如果他遇到有事情的话 他也会,他也会去,去救呢,需要帮助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都舒服了一些事情啊 在这件事情呢,其实那个女主人呢,隔壁的她的邻居呢 他们就没有把第一,他们在点灯的时候呢,他们就用了那个蜡烛 而不是用那个电的那个灯啊,灯泡 用那个蜡烛呢,你都知道如果他万一倒下来呢 那火呢,可能就会烧到其他的地方 还好他的那个蜡烛是在外面,而不是在家里面 以前在吉隆坡,我就有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说,以前的人就是他通常都是用那个板物嘛 就是一半是用那个板来建造那个物质 只是一层楼,但是他是有一半是那个木板 然后另一半呢,是那个转,直转 这种物质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就以前就用 还没有那个电灯泡嘛,他们就用那个蜡烛来点拜神 那么拜神的时候呢,突然间可能就有东西 他的那个蜡烛就掉下,掉下来 掉下来之后呢,就烧到那些其他的布料还是什么 然后就发生了火灾,导致有人死亡 如果你是有拜神啊,要点灯的话呢 竟然就是用那个电灯泡 那种用电的电灯泡 因为会比较安全一些 虽然可能会需要给付一些电费 但是至少会比较安全 然后第二呢,就在预防这个火灾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家里呢 至少要放一桶灭火器或者两桶灭火器 能用的话就能够帮到你减低这个火灾的那个几率 然后可能这个灭火器可能也 你也需要可能大概每一年都换一次 你不可能真的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才来找灭火器吧 或者是才来找东西来铺灭火吧 然后第三就是说 啊,家里的贵重的东西呢 一定要放在同样一个地方 比如说,有些一些文件啊 你们都需要放在 都需要告诉家人 你们这些重要的文件放在哪里 因为,然后 还有就是说 你们的那个锁石啊,家里的锁石 你们也要放在同样一个位置 不要每一次就换来换去 因为,你换来换去的时候 你就,你就找 可能你就忘了 你到底把这个锁石放在哪里 家里的钥匙放在哪里 然后,万一你需要打开门的话 又找不到锁石 那不是很,很,很危险 很多人就是忽略这个,这个问题 当,突然间真的很不,很不巧的 有这样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至少,重要的文件跟那些锁石呢 你都能及时打开 然后,啊,跑出去 也不希望说,有,会有人受伤还是什么 真的,万一火灾发生 我们要将去捡,跑,去逃离这个现场 今天就,讲到这边 好,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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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媽